然後在場的應該不掃清 接下來這首歌名字叫愛我 主要就是在說 就是不要吝嗇跟對方說 稱我愛你 其實他一直在等著你說出口 然後就寫這首歌 愛我 這首歌愛我送給大家 七七情人節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為什麼你從來不想真正了解我 只是一句閉上耳朵叫我 別講那麼多 我不知道 你要怎麼講才懂 等著好幾天好像很久 都沒聽你對我說 愛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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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的歌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專業 對 商卡普雷 商勝的商 卡片的卡 普通的普 雷電的雷 對 可以到這邊搜尋我們的粉絲專業FB 到那邊按讚 謝謝大家 然後今天有一位 有一位就是超級超級客人 對 就是大家知道金曲獎嗎 金曲獎最佳樂團的Bass手在那邊 雷露哥哥 對 金曲獎最佳樂團 咪先生 對 謝謝你們 對 他們也是我們的偶像 對 超愛他們 對 好沒話不多說 接下來這首歌 一個人的狂歡 一個人的狂歡是我們就是跟著咪先生 在音樂創世紀一起參加節目 然後就是裡面有個關卡 就是要寫 就是抽主題然後寫東西 然後我們抽到派對 就寫了一個人的狂歡 對 然後剛剛照顧到了 就是成雙成對的人 現在一個人也可以很快樂 一個人也可以很放鬆自在 快樂的活著 這首歌送給一個人的你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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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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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